來 左腳給我 跳吧 Yeah 換腳 再來一次 拜登 熱情的胸口肩膀瘋狂 簡同學 我有看到你亂七八糟 非常好 非常好 來 走跳 走跳 放輕鬆一點 左右邊 很好 很好 也一曲老師你真的是 沒有去上課太可惜了 真的 對不對 你少該這樣子 請問這個師兄最近還好吧 非常好 各舉辦 Here we go Come on 燃燒我的卡路里 賤人就是腳情 就是腳情 就是腳情不是表情 就是腳情 就是腳情 就是腳情不是表情 就是腳情 就是腳情 就是拍手腳情不對 就是腳情 就是腳情 就是賤人就是腳情 Yeah 給我一個敬掌聲 Yeah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今天節目就到此蓋了 謝謝 沒有嗎 當然沒有 還有的 對 大家知道說 潘老師非常寵老婆 非常寵女兒 OK 那可是你自己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老爸是軍人 對 而且是個僵局 不得了 你那你從小是什麼樣的教育 我父親對我教育模式 那個那不得了 有多遠 那多遠應該怎麼說 就跟他打共匪一樣 你知道嗎 那個很誇張的 那個就是鐵的紀律是沒有愛的 軍人的方式來教你 OK 會不會如果要是你太冥完不化的話 他會不會直接拿槍出來 你再這樣我就逼了你 哎 我不開玩笑啊 我老爸會看你的節目的 我也現在講 我回去我會擔心的 你不然 不不就這樣對他 就這樣對他 你不然 你不然他真的會啊 他已經拿過兩次對著我的頭 真的嗎 他覺得他兒子跳舞沒出息啊 嗯 我告訴你 我他數學啊 我數學考兩分啊 你什麼時候數學可以考兩分 我們那個卷尊小孩有幾個會念術的 大家都愛我 你不要這樣 我也是卷尊小孩 你告訴我 你就是那個會念術那一群裡面的其中一個 不是 你就算是我們卷尊小孩也 你什麼 你是哪一個階段考兩分 你告訴我 四年級 小學四年級 小學四年級有什麼可以考兩分的 你告訴我 你學微積分啊 你不是 你聽我講 他就一直強迫 我就一定要考試什麼樣 好像很好 那個年代他一定是這樣 我考兩分回去我就蠻擔心的 他很生氣 他拿那個槍對著我的腦袋 你知道以前的將軍是有配槍 是 他說 我要這不搶比你 我怎麼對得起過家了 你知道他就這樣 他說你 你隨便採採個十分 你怎麼考兩分呢 我 我沒有辦法了 我爸爸考兩分那不錯了 真的 因為 因為就不是那塊料嘛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那個年代都是在玩啦 眷村小孩大概都在玩啦 不要再說我們眷村小孩都是這樣子 請問你哪個村子 你跟我們離很距離蠻遠的 不是 你現在是亞洲勇仰天王 你中間還當過舞群 對 這天差地別 而且好老平常講 以眷村來講的話 以你父親還是個將軍 我當時去伴舞 他那個時候能接受嗎 當然不行 我跟你講 那個苦日子 我跟你講 所以我說 我是這樣講的 老天爺是給那些做好有準備的人 我其實當初從小 就是你遺傳我就是喜歡音樂 對音樂特別的興趣 喜歡唱 那你又不讓我去接觸這些東西 總永遠不讓你接觸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變成 我要冒名 我譬如說我用彼得潘 什麼彼得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用別的名字去參加這些東西比賽 我參加這個大小比賽 那個大小比賽 然後都贏了 然後有一年呢 就剛好去參加一個 全程最大的舞蹈比賽 贏了 TV新秀爭霸戰就出來了 然後又到了去舞燈獎 好了 完了 隔壁王輩被看到了 哎呀 這個若迪很棒耶 這個若迪在電視上跳舞 你看看 我爸又叫你打電話 你 你 你不好好念書 你個跳舞 我打得出來 那不搶逼你 我又怎麼對得起我講 他動不動就要搶逼我了 對 那我就真的這樣 我被罵了 真的很慘 我爸那時候在華視 我記得在華視 那個光復南路 我們從對接 我還是舞者的時候 從對接走 跟他碰碰碰的路上碰到 我跟著兩個舞者 去經過他旁邊 我說爸 看都不看你一眼 我朋友 你隨便叫爸爸 哪一個 我那個剛剛走過去 因為 你家叫爸爸至少會反應 他不看 他沒有看你就直接走過去 他覺得沒有出席 從來不帶我參加任何的宴會 因為他的朋友 都是那種 這個小孩應該都是 都是唸大學 唸什麼醫生啊 律師嘛對不對 就是過得非常好 就像這種 什麼人生 他不讓我 他覺得他沒出席 我2001年 2002年 我去參加全亞洲的優養大會 去達到全亞洲舞蹈老師獎 香港得獎了 我打電話 跟我爸說 我爸 我說我辛苦了這麼久 我終於得獎了 我告訴你 我拿到一個全亞洲優養老師的獎 他跟我說什麼 他說 你就是達了全世界的 第一名的獎 你還是要回來叫我醫生爸爸 就把電話掛了 五分鐘之後 阿姨打電話來告訴我說 那你懂他的意思嗎 他就是不會在你面前 他鼓勵你 在幾年前可能 譬如說一個禮拜 還會有一次兩次教功課 那現在因為 因為十年 都不教功課 沒有不教功課 一個月教一次兩次 可能就變成時間會拉長 並沒有就是說像以前 那請問一下 你們家Kiki會抱怨嗎 不會 有時候 有時候我會抱怨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就有時候會滿到這邊來 不是 因為你每天我們體力很好 學習情緣很好 你又不讓我們放下 我們會糖炸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說有時候 他累了 對 那有時候他要做的時候我累了 所以說難免還會 那請問一下 Rudy 你說真的 你說你跟Kiki結婚多久 十年 十年 難道這十年 都不需要靠一些方式 增加情緒或什麼嗎 有沒有換地方 或是什麼這些 沒有 衣服都失破是真的 沒有什麼換地方 我們家有一個那個 胡椒罐 是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OK 對 如果那個 胡椒罐兩個頭跟臉是配在一起的 就知道今天晚上要幹什麼 那是誰去把那個弄過來 誰想誰就去 他會弄誰想誰就會去弄 OK 那你就天天去玩胡椒罐 後來這一陣子都沒有去玩 另外一個罐子 我女兒不知道丟哪去 一直沒找到 後來找不到 我一直 奇怪了 來啦 你搞什麼東西 我女兒去裝魚 把他放魚罐 你去弄哪去 那如果 你跟 你跟老婆之間 會玩一些情趣 角色扮演的問題嗎 會 老爺來追我啊 追我啊 圓外 叫圓外 沒有啦 我們的情趣扮演 就是他可能穿一些漂亮的衣服啦 就不一樣的什麼沙的 或什麼之類的 他有時候去炒菜的時候 他穿到後面整個被是漏的 我說現在天氣外面這麼涼 你們全漏的被幹 那就是潘老師沒有情趣啊 對 那就沒有 但是我有時候有情趣 我有的時候也是 炒菜弄的時候 我也是全部上衣 全部脫光光 對 可是因為現在 因為我不跟你講 最大的原因是有小朋友了 你那不方便啦 以前真的是隨便那個 現在不方便 潘主郎現在多大 現在八歲了 八歲了 對啊 你有一套特別的 浴室討好法是什麼意思 那個其實那是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 人要還是要浪漫一點 我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社主座本來就是一個 蠻浪漫一個人 我今天晚上如果想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我會在我老婆某些特定的假日 特定的時間 譬如說什麼三節過不用講 有時候不僅寄親命 我也會來一次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會在我家的浴室 會做些什麼事情 我老婆喜歡泡澡 然後她喜歡紅色的玫瑰花 那我會 譬如說我可能在那個浴缸裡面 我就先把那個紅色的玫瑰花 先把它弄好了 我以前我家有一個習慣 我會寫一些小紙條 譬如說你從一進門 鞋子脫掉 看那個紙條 我也提醒她 她鞋子脫掉 走三步之後往左轉 你會看到什麼東西 我就家去拿一個浴缸 就走三步之後看左轉 就是我另外一個房間的浴室 你可以拿這個毛巾 你再往前走 到什麼什麼 到浴室 但是呢 等到她進去浴室那一上 那身地上已經全部都是 玫瑰花花 在浴缸裡面 然後重點是 你家裡面不是有那個 像我們家那個浴室的鏡子 是非常大的鏡子 你用一個肥皂 就是一個香皂 你寫一個東西在上面 但是那個平常是看 看不出來 等到她起霧的時候 就熱水那個熱氣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我告訴你 那個晚上精采了 來 你對多少人用過這一招 大概七 沒有 這個 這個世界上有兩難 一個是把別人的錢 裝進自己的口袋 一個是把別人的思想 裝進自己的腦袋 前面成功的叫老闆 後面成功叫老師 但是兩個都成功的叫老婆 你跟老師鬥呢 你就不想學了 你跟老闆鬥呢 不想混 你跟老婆鬥 我告訴你 你不想活了 所以沒有意義嘛 那我就想 可能我的修為都先講 我很怕那種爭執 因為爭執下 會影響到我的工作 你知道我有好幾次跟他 夫妻一定會吵架 只是為了一些小事情吵 吵得很兇 我現在跟你吵得很兇 我馬上15分鐘之後 或者一個鐘頭之後 我要站在課堂上 我要去面對所有人 來 大家怎麼樣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所以我常常講 一個不快樂的老師 你不會教出快樂的學生 射手座的比較樂天派 對不對 你們兩個現在取暖嗎 因為我不開心是一天 我開心也是一天 加起來就兩天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不要這樣過日子 我當然選 聽你講講你就是非常 也不是窩囊 你就是非常的讓他就是了 你就是 你盡量讓 不要吵 因為吵得真的好 我跟你講吵得叫好傷 可是你讓成這個樣子 難道你的朋友都沒有意見嗎 有啊 有些時候也會講 像康哥有時候會講 康哥做過什麼 因為我太 事做的基本上真的是 有的時候他講話 可能他也不會給我留面子 OK 因為在家裡面吃東西 啊在出去 睡到面大家吃飯 哎呀那個 講這個 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什麼 你不懂啦 對 對 你不知道這個應該怎麼樣 我老婆雙壽製學位 我什麼要考兩分 那怎麼樣 我還不是把你娶回家了 請問一下你們最近吵架 什麼時候 一個半月前 吵得很兇 為什麼 不是 你知道吵架是難免的 一定會有 可是吵得那麼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不想吵的 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只是為了一個雞毛蒜皮的 為了豬油 炸豬油 瑪利歐呢 這家我也奇怪 因為我們老兵 常常每次會在家弄兩個菜 我們家是我主廚 哦 我們家都我 你手藝好 對 我老婆是叫外賣 所以那一天我是這樣的 瑪利歐買了一塊豬油給我 他打電話給我說 哎 老哥 我跟你講 黑毛豬剛弄好的新鮮的 四個時辰之後 你一定要把它處理掉 我說好 他送到我家來 我說哇塞 你那個期間你還跑到市場 傳統市場去 所以他那個豬油回來 我還放在門口 放了十幾分鐘之後 才拿進門 那我先去想說 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在晚上時間 我就把它炸起來 豬油泡會特別好吃的 可是那一天呢 應該說 運氣剛好就在那天是我太太生日 OK 那OK嘛 你也不能外出嘛 好 他在家裡面 穿得漂亮 紅色洋裝 耳環 我說你要幹嘛 你要出去 沒有 那天晚上他們跟Festime 就是他們視訊 跟那些媽媽們 什麼康哥那些媽媽 小柔那些 全部媽媽們要視訊 那我說好啊 你就試你的訊嘛 我們家是開放式的 廚房嘛 你就在那邊視訊嘛 我就在那邊炸個豬油 他在那邊罵 你我穿得那麼漂亮 你炸豬油 身上味道 我頭上全都豬油味道 我就為了這個事情很生氣 我是其實有點覺得有點無辜 因為我只是想說 我只是想照你們的時間 你做事情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炸個豬油 他不開心 他們別人也聞不到 對 就家裡面 就他聞到 他說他穿得這樣 身上都豬油味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瑪利歐又發訊息 跟我說 你把我那一份也一起炸了 我等一下六點鐘過去拿 我就必須要再改 我改了那個時間 六點鐘過來拿 他們六點半開始在視訊 我就必須在四五點鐘 就已經先 先要處理 好 媽媽們就在那邊講 我就聽到康哥的太太 就講說 潘潘 你不要再炸豬油了 你這炸豬油 你老婆不開心了 就這樣子 我就想說 只是這樣的關係 好 他就說 那我等一下先處理一下 你們就先繼續視訊 他就把東西拿到樓上去 然後他下來了 瑪利歐又炸豬油 這樣 然後我炸完了豬油 他把豬油泡全部撒了一整 整個廚房都是 地上 對 那好好吃耶 你知道嗎 不是 我後來把它弄起來 我又弄了一碗 放了一點醬油 然後瑪利歐又來 我又把那碗拿進去 那就OK了 可是我自己有留一碗 結果他又嚇了 他看那一碗 他整個給我倒垃圾桶裡面 我又火了 那豬油我炸了 炸了很久 因為你吃到那種豬油拌飯 炸一點豬油 泡一點豬油 放一點醬油 真好吃耶 真的好吃 我後來真的捨不得 我又從垃圾桶裡面翻 他就開始又火了 我裡面有東西給你吃對吧 你吃豬油比我還重要 從今以後 從今天開始 我發誓我過 甚至我一個許個遺憾 只要我過生日 從現在開始那一刻 我不要在家裡看到 任何垃圾桶 他們家裡面所有豬油 全部倒到流離他裡面 哇塞 欸 我又火了 你怎麼做 不是 我就只能把它清乾淨了 因為那個是豬油啊 然後就說我們離婚 他說啦 為了豬油離婚啊 我們還有為牙膏離婚過 這我們去打這個關事 為了豬油離婚的 還真的很少見 十年的老婆 雖然口中常掛著離婚兩個字 老婆你每一次都會 你這樣欸 是不是 這樣才親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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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來來來來 你不懂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老婆 雖然每次在節目上呢 有時候會開開玩笑 可是那個玩笑的就是因為 純粹這個節目上的效果 但我覺得當我們有任何爭執的時候 不要常提離婚這兩個字 因為我有說過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扣打 如果當你真的用完的時候 或者我要必須提出的時候 那就不OK 但我還是希望 既然我都已經把你當作自己的女兒了 然後你跟啦啦 我會好好的照顧你們 然後我說過 即使我今天有最後一口飯 那口飯都會留給你們兩個人 好不好 所以老婆 我們要一切更好 愛你 喔